那希望部長 未來以後 不管您在什麼地方高就 都希望您能夠秉持著租稅正義 還有世代正義的精神 為未來的新政府 還有台灣未來的稅制改革而努力 一定會 謝謝 我接下來要問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其實是延續著那個 剛吳委員啦 所問的 我想是不是可以請那個關稅署的也一起上來 謝謝 對 我跟委員有相同的問題 就是說在你們今天海關 推動茶驗技術現代化的報告當中 你們有提到茶器的毒品 茶器的濕菸 那茶器的香菇 但是就其他農產品的部分 看起來在報告裡的數量 相對來講是少的 那我不曉得說 剛剛你們所承諾吳委員的 針對過去這幾年 有關於中國的蒜頭 混雜 因為過去啊 聽的比較多的是混雜 從越南來的蒜頭 那 這兩天大概在高雄關發生的事情 所指控的是疑似 從泰國過來的蒜頭 那你們實際查獲的件數啊 跟數量到底有多少的 這一個 統計的結果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第三年總共多少 總共多少 那總共多少件 總共多少 104 OK 報告委員我們查到104年有5件了 就是大蒜 然後103年也是5件 那102年是7件 加起來的重量總共有多少 大蒜總共大概10萬多公斤 104年 104年 那 10萬多公斤 所以是多少公噸 1萬公斤是1千噸 1千公斤 10 1千公斤 100噸 100噸 你們有查到100公噸 去年 104年 你確定嗎 我們 對不起 那個統計是103年 103年10萬多公斤 沒有關係 我等一下再跟你們對數字 因為今天 報告委員示築我們會後可以給委員知道 因為我之所以會問這個事情 是在台灣的市場上面 大家在買算的時候 問 是西班牙來的 是南美洲來的 台灣算 還有中國算 很少再提到東南亞的算 在算上 大家都覺得 也都知道 在市場上面有很多 所謂從東南亞的算 實際上面背後的原產地 是中國 在2010年的時候 媒體有報導 說中國算 輾轉經由第三國闖關進口 所以算農全部出來抗議 這個時候財政部 你們有發一個正式的說明出來 那說明啊 我唸給你聽喔 你們的說明是說 與大陸大蒜特性相符的大蒜 均不得押款放行 以能有效確保國內蒜農的權益 那為了防止大陸貨品非法輸入 財政部一項將大蒜的農素產品 列為重點查契項目 這個是你們自己跟社會宣告的說 這是你們的重點查契項目 而且你們會認真的去查 但是在接下來這幾年當中啊 你大概在不同的時期 從2011年、2012年、2014年 甚至到今年 前兩天所發生的事情 不斷的都有 中國的蒜頭 輾轉藉由第三地 跑到台灣來這樣的狀況 那我為什麼啊 會剛剛 對你的那個數字啊 我會有一點驚訝 那這個是我們 政府 所做的農業統計資料的查詢 那你可以看得到 在104年的時候 從泰國這邊過來的 突然數字沒了 那但是從越南這邊 進來的總共有181公噸 剛剛我真的在問你的就是 這所謂181公噸 從越南來的蒜頭 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從越南來的 然後有多少是從中國輾轉過來的 這個部分你們有查驗嗎 報告委員 因為大蒜啦 假如來自於中國大陸的產地的話 是不准進口 這個我知道了 但是最重要的 我們來怎麼執行的話 我想有農委會 有他的前者單位在負責 那海關主負責把關 假如這個可以進來的 我們就放行 不能進來的就一定是莫名 這個我了解啦 前者還是在農委會 對是農委會 但是第一線查氣人員是你們嘛 對我們是管控了 但是該不該放行 農委會認為可以 我們就放 所以你們每一批進口進來的貨物 都有農委會的人在那邊驗嗎 對都要 我們扣下來西山要驗 但是要農委會認定 這個假如是 我知道最後要由農委會去認定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進口進來的算 都有農委會的人在那邊去查驗嗎 對 每一批通通都有 有疑的 我們都請農委會來做農糧小組 他們會去做鑑定 對那好 那我現在很簡單啦 就是 今天的時間 你可能也沒有辦法 馬上把數字告訴我 你們過去歷年幾年 過去幾年來 你們所認定有1億的 而且請農委會來看的 建數跟數量到底有多少 把那個統計數字 是不是會後可以提供給我 這樣子我才有辦法去掌握說 你們查器的比例啊 到底是多少 就你們今天所提出來的 就是海關推動查驗技術啊 的現代化 事實上我是蠻肯定的 就是用現代化的查驗技術 然後能夠加速通關的速度 那同時也能夠提高破獲率 這個我是肯定 但是由這種X光的儀器 事實上你最多能夠看到的就是說 它是不是 它所說的那個商品嘛 譬如說大蒜是不是大蒜 還是在進口家具的時候 裡面是不是有夾雜濕煙 這個用X光的技術是可以 但是如果涉及到 有關於原產地上面的增值的話 用X光的技術是絕對不可能 可以判斷的出來的 那這個下一步喔 馬上就碰到我希望跟你們 溝通啊的數字就是說 你們在報告裡面跟大家講了說 你們經過X光貨櫃數總共查驗了 過去這幾年來總共查驗了 五十四萬七千多子貨櫃 但是在過去還沒有使用這個儀器的時候 你們的按照你們的抽查率 實際所抽查的數字是什麼 我大概騙查了你們整個財政部的Database 我沒有辦法找到這樣子的數字 那我為什麼會關心這個數字喔 就今天在你們給我們的氣師劍數當中 因為這個大概是從2009年到2010年 開始逐步採行X光查驗的工作嘛 所以你跟大家show了這個數字 從大概4000件到5000件到5600件到7078件 你們希望藉由這個數字來去正立說 你們藉由現代型的查驗技術 事實上的確有提高查獲率 但是相對的你如果看在2009年以前的數字 2007年2008年 事實上查獲的件數是6673件跟6289件 他查獲的件數跟你們在施行之後 事實上看起來好像沒有比較遜色啊 報告兩種方式 一個X光的移檢查驗 只要是看有沒有細胞 裡面說那個牧箱裡面夾長毒品夾長香菇 這是X光的功能 那至於真正的查驗 就西山海關要驗貨 實際上看貨 看它的產地 看它的貨名 看它的規格 那功能是不一樣的 那主要是X光移檢的話 那海關的話 可以讓業者一個櫃 大概拆櫃怎麼處理 大概要費用花8000塊錢 那透過X光移檢 假如沒有問題的話 那這個費用是可以節省 沒有我剛剛說過齁 就是你們透過X光現代型的儀器去查驗 增加通關的速度 這個我都肯定 完全沒有問題 那我相信對於海關的人力 他們的工作負擔 也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因為你說檢查一紙貨櫃 平均可以省六個小時 那省的也包括了我們海關工作的人力 但是我要說的事情是喔 你們在進行查驗的時候 不要只看 節省了多少速度 我希望你們能夠提升查驗的密度 也就是說 我們花了這麼多錢 用現代型的儀器 加速了整個查驗的速度的時候 當你的總人力沒有變的時候 那些多出來的人力 那些多出來的man power 就應該致力於放在 有關於查驗的密度上 因為本來那些很耗人力 很耗時間的工作 由機器所取代 那這個時候海關的工作人員 就應該切實的 不管在抽查的比例上 還是在查驗的整個程序上面 能夠提升查驗的密度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能夠去正當化說 我們花了這麼多的預算 買了這個先進的儀器 省下來的人力 事實上沒有顯著 還會繼續去做 在其他貨品查驗的工作 這是我希望未來關稅署 能夠在一方面 我們支持你們 買現代型的儀器的同時 另外一方面 能夠提升整個查驗的密度 讓我們在整個海關的 氣室作業當中 能夠更有成效 我們很重要的就是 強化他的查驗能力 用高風險管控 然後強化他的命中力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 接著我們請盧秀燕 盧委員質詢 盧委員請 主席 請部長 盧委員早 部長辛苦了 謝謝 部長 你上禮拜去參加亞營年會 有什麼樣的收穫 第一個 我的感想是 像這樣的國際場合 我們不能缺席 缺席的話 就少了發生的機會 第二個 在這個是一個國際上 接觸的平台 所以跟一些各國的官員 都可以在這個平台上見面 所以我想說很有意義 是 第一個 你說不能缺席 國際組織應該積極參加 第二個 因為我們官方的身份 像你是中華民國財政